你对我的期待只是想满足你做不到的 但是我也做不到 你懂什么 好好表现 等爸爸来带我们回去好吗 他的爸爸很少回家 然后他的妈妈都会很努力的 在创造一个 这是一个完美家庭的假象 也因为如此 他把所有压力都加压在 家中唯一的女儿云香身上 导致云香成了一个比较没有自信 然后自卑 说谎 卫装 然后比较压抑的性格 写的真好 因为创造在家里其实是不受爱戴的 但是在老师身上看到了 他对创造的鼓励 然后在他在老师身上看到 创造的价值是什么 乘客只是一个开始 这审创他就是一个很充满理想性的人 可在行动上他没有那么多的才华 或是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实力 可以足够去支撑他的理想 所以他在这一路上 好像会不断地尝到挫败 他同时又不甘于接受这些挫败 然后他是一个想成为试任的人 但是从来没有办法成功 其实我的自信都是装出来的 他跟刘云香也蛮像的 都是在为了自己的价值而去说谎 而去卫装 所以我觉得可能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才互相吸引吧 他对沈华真的是太重要了 他的天分 他的一切都是沈华 渴望成为的样子 剧情往后推展的时候 刘云香又变成沈华 一个唯一的出口 就是这个人好像可以懂 你的孤独是什么 他就像是沈华的一个 在黑暗的房间里面 洒进来的一道光 所以沈华终于在 一直以来生活里面 都是爸爸的压力 爸爸的因应 他在那边 他稍微可以呼吸 可以喘息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被刘云香 发现了他真正的样子 他又把门就是关上 然后他的世界又变得黑暗 所以我觉得对于沈华来说 刘云香真的是 是一个很美好的想象 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残酷的打击 我们就面对真正的自己好不好